他曾是CUBA的顶级后卫,虽然身高只有178厘米,但那标志性的跳投像是麦迪与科比的结合体,他就是伙子哥曹芳。 曹芳的跳投不但流畅飘逸,同时也是实战中的一大利器,是非常值得普通人学习参考的案例。 本期视频将深度解析曹芳的跳投。 曹芳平时的惯用手是左手,他从小也是用左手投篮,后来才敢用到右手。 经过长期的调整与苦练,才形成了如今较为成熟的投篮模式。 曹芳的跳投是典型的两段式投篮,曹芳跳投的整体发力节奏是,接球后沉球与降重心同步。 通过摆臂向上举球,带动下肢的伸展起跳,蹬地腾空后上肢发力伸展完成投篮。 首先是曹芳跳投的下肢发力方面,第一点,曹芳的投篮使用的是侧身的站位。 双脚站距略宽于肩,双脚向左旋形成侧身,投篮侧的右脚与右肩略靠前,侧身投篮,能使上肢肌肉更加放松,肩关节的活动度更高。 第二点,她的跳投,起跳都非常充分,沉球同时保持了身体较低的重心,较深的屈膝与屈宽,有明显体肿的习惯,肌肉力量与肌腱筋膜弹性兼得,保证了起跳的腾空高度与弹速。 第三点,曹芳跳投出手后,常有并腿前摆的习惯,这能避免起跳时重心的前冲,保证身体的平衡,同时也能提高出手的弧度,而在她的后仰跳投中,她常会使用到单腿的前摆。 其次是曹芳投篮的上肢发力。 第一点,持球,曹芳采用的是投篮手无指自然伸展,手指与掌根出球,辅助手指与篮球侧面的持球方式。 第二点,摆臂,曹芳的起球是肩部,手臂主动发力的上板,她投篮的起跳会通过充分的摆臂带动身体向上。 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学不会流畅跳投的关键卡点。 第三点,起球,曹芳习惯从身体的中部起球,右肩上出手,起球到头部时,手肘有明显的内收习惯,双肘的间距较小,这能使发力更集中。 同时投篮手肘部与腕部乘一条直线对准篮框,形成较稳定的直线发力。 曹芳使用的是右手肩上投篮,她投篮侧身的站姿,将右肩放在了视觉中心,头部保持正对篮框,这能保证投球方向与瞄准方向的一致。 第四点,发力出手,曹芳使用的是高肘部投篮,也就是在抬球点肘部的高度,大于肩部的高度,提高了上肢的发力点,同时在抬球点会有明显停顿,高肘部投篮的发力方向是从后往前。 投篮弧度略低,在远距离的表现不稳定。曹芳跳投的上肢发力较多,主要通过顶肘部甩小臂,手腕主动发力前取将球投出,而手指是相对放松的,压婉柔和且幅度较大,她主要是用食指、中指与无名指,这三指来拨球。 第五点,投篮辅助手,曹芳的投篮辅助手,有明显的向前跟随的习惯,这能帮助她固定投篮线路,使投篮弹道更加稳定。 曹芳的跳投具有很强的抗防守干扰性,她的跳投技术已相当成熟,但维持其稳定性的难度较大,她的跳投需要较强的核心力量,良好的身体协调性,以及充沛的体能等作为基础。 在赛场上曹芳的投篮是有神经刀的表现,但谁又能拒绝这般美如画的跳投呢?